有線電視新聞議台 唱中國國歌 較早前有球迷去到日本隊入住的酒店聚集 情況一度混亂 防部警察出動驅散支持球迷 由主北京記者蔡淑儀報道 球賽結束後 體育場外的馬路 迫滿不願意走的球迷 部分人情緒激動 在日本球迷離場時 還向他們乘坐的旅遊巴扔玻璃盡 令到這班球迷都要退回場內 有民眾就不滿日本隊贏球 焚燒日本國旗 被公安帶走 場面一度混亂 看到場面逐漸失控 在場的大批防部警察立刻出動維持秩序 他們動用盾牌和防部車 和球迷對視 而公安亦都開始拘捕滋事的球迷 雖然警方用人海戰術希望把球迷推離開工人運動場 但球迷仍然不願意散去 到了深夜 部分球迷又去到日本隊入住的酒店外聚集 有人向在場戒備的警員扔水樽 警方立即採取行動 拘捕搞事的球迷 大批防部警察也到場掙援 驅散在場的群眾 有線電視駐北京記者蔡淑儀報道 大批內地球迷到場為國家隊打氣 但他們最終都是失望而回 由秒東講一下比賽期間場內氣氛 雙方未開戰 中國球迷對日本隊就充滿敵意 在奏日本國歌的時候 中國的球迷由頭鞋到尾 全場6萬5千個座位座門虛直 中國隊佔了主場之利 整個比賽中國球迷打起的聲音幾乎沒有停過 但中國球迷最不想見到的事 在開場之後20分鐘左右就出現 日本先入一球 雖然上半場雙方拉平 但下半場日本連追兩球 中國球迷心望而回 很多中國球迷一場歡喜來到 但他們希望中國隊為中國 拿到第一個亞洲杯冠軍的這個夢想 在自己主場的這個地方是破碎了 所以很多球迷在球賽結束之後 以慶蘭山很快離開了 令到很多座位馬上就充滿了 主場這種壓力很正常吧 作為哪個國家哪個國家隊 它都有這種壓力 這種壓力很正常的 不至於它發揮不出它的水平 還是我們的水平不行 日本球迷由大批便衣的警員保護之下 和日本的球員慶祝勝利 有線電視記憲 曉東在北京報道 亞洲杯足球決賽 中國始終同冠軍無緣 以1比3輸給日本 日本成功為免第三次棒杯 郭志龍報道 趴開種種敏感問題 中國和日本堂堂正正在球場上決勝 國家隊後防有李偉鋒受傷決陣 防線一出現漏洞 就在21分鐘 中村進負斬佛球 寧木龍行在底線回回的波迷中間 給機會覆西松屎龍門口頂入 上屆冠軍日本先開紀錄 畢竟自從84年之後 再次踢入亞洲杯決賽的中國隊 擁有超過6萬主場擁等 無限量支持做後盾 落後了9分鐘就追平 李鳴在禁區撞射成1比1 但是在更衣室回來 國家隊防守死球漏洞多多的毛病又再出現 中村進負開國球 中田浩義近門撞入 日本再次領先 慢鏡看回中田浩義有手球之刑 中國又要在逆境掙扎 在保時階段莊悅為失敗負上代價 被玉田龜絲丹刀吸過劉雲飛射入 結果中國衝擊亞洲杯失敗 輸1比3 日本成功衛免成為今屆盟主 第三次捧杯 中國繼84年之後 兩次踢入決賽都只能屈居亞軍 中國未使用 中國最受 Kaf家爌 全球最重要的